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2月16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闻播报 我是Cherry 现在出门要故意扮丑 破布口袋 没牌子的棉袄 怎么邋遢 怎么来 把自己打扮成穷鬼 这是最近一位华人的无奈操作 很心酸 但也很真实了 因为现在的多伦多已经今非昔比 就在近日 一位华人网友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自己认识的15岁华人学生 在多伦多市中心逛街时遭遇了可能会留下 终生心理阴影的事情 周四 华人网友刘纳黛在小红书上发帖表示 蒙克利尔大鹅还敢穿出门吗 帖子中他表示 禁止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和同学一起去伊顿中心玩 结果被几个其他族裔的青少年围殴 然后抢走了身上的衣服 一件蒙克利尔三件大鹅 虽然后来那几个孩子被抓了 但是朋友的孩子还是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 不敢独自出门 近年来有关大鹅被抢劫的新闻 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受害者有的遭遇了围殴 有人甚至被击晕 这其中有不少受害者都是华人 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 人们越发觉得低调的重要 于是 在帖子的评论区 有人开始教你如何装穷 这让看多了炫富帖的网友们耳目一心 有网友说 我在加拿大都穿帽衫工装裤 车只开破二手防止被偷 还有人说 破破烂烂保平安 现在不是陆富的时候 这位网友的留言更是有点黑色幽默了 现在出门如果不开车都要故意扮丑 破布口袋 没有牌子的棉袄 怎么邋遢怎么来 实在是太乱了 上个月放在车里的大鹅 直接被打破车窗拿走了 再也不相信多伦多 去商场逛街 帆布包 小腰包 超市购物袋 这绝对是安全系数最高的几种包包 这个时候 女孩再配上一个短上衣 加鱼加裤 男生就Costco上衣 加阿迪拖鞋 恭喜你 完美融入了多伦多街头氛围 被抢概率直线下降 有网友提问 我上下班天天穿着大鹅在那走 我怎么没事 对此博主回复说 坏蛋也是欺软怕硬 我朋友的孩子才15岁 有网友说 我觉得年纪不大的时候 没有必要穿大鹅和Moncler 尤其是Moncler一件挺贵的 孩子们的体型也有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 而且那些款式基本上都经不起蹂躏 刮蹭和摩擦 如果是成人的话 比如说我自己 上街穿着Moncler或者大鹅是没有问题的 首先我可以大声地喊叫 引起行人的注意 对方不敢过于放肆 其次如果对方是抢劫 而我必须采取自卫的情况下 我是会下死手的 一位网友也认为 小孩子有时候真的反应不过来 而且就是害怕 一来怕受伤 二来怕大人责怪 为什么不逃跑 要还手 万一受伤怎么办 学校防身术 现在也是教导 遇到事情先跑 跑不掉再打 其实不只是青少年 遇到危机会蒙圈 在我们过往报道的新闻中 很多受害者都是成年人 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 未雨绸缪 真遇到危险时 也要尽量地保持冷静 以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为前提 尽力逃脱 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 加拿大情报机构警告称 极端分子可能会煽动和鼓励 针对LGBTQ社区的严重暴力行为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表示 反性别运动构成的暴力威胁 在未来一年几乎肯定会持续存在 CSIS发表上述评论之际 加拿大全国各地正在激烈讨论 有关青少年变性手术 和代词偏好的升级新政策 CSIS发言人Erik Balsam 在给CBC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 CSIS评估认为 暴力行为者可能会受到 花铁卢大学袭击事件的启发 对LGBTQI群体 或其他被他们视为 代表性别意识形态议程的目标 实施极端暴力 去年夏天 一名前花铁卢大学学生被指控 在性别研究课堂上持刀行凶 导致一名副教授和两名学生受伤送医 目前他面临11项恐怖主义指控 白欧桑表示 虽然暴力言论并不总会导致暴力 但反性别运动中的暴力言论生态系统 与其他极端世界观相结合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暴力行为 根据一份由综合恐怖主义评估中心 起草的一份文件 去年夏天 该机构监测了全国各地的骄傲日庆祝活动 游行和夜店发生袭击或暴力事件的可能性 文件中指出 近几个月来 加拿大的跨性别和变装人群体 成为一些网络威胁和现实世界恐吓策略的目标 宣扬反对的依然是白人 民族主义者 新纳粹主义者 自由运动 以及Dialglam等网络所拥护的暴力言论的一个常见主题 据悉 这文件的部分内容已被编辑和删除 加拿大骄傲组织全国协会的执行董事表示 这些警告令人沮丧 但并不令人意外 他说 我每天都会打开电脑或电视 看到针对我们社区的攻击 他担心最近出台的针对跨性别群体的省级新规 会增加该人群的风险 CSIS没有针对最近的省级政策或提议 可能引发的任何后果 发表具体评论 这些问题最近在阿尔伯塔省引起关注 省长史密斯宣布计划实施一系列 影响跨性别和非二元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政策 这些政策包括禁止15岁及以下的青少年进行激素治疗 例如使用青春期阻断剂 并要求15岁及以下的学生在学校更改他们的姓名或代词之前 必须征得家长的同意 阿尔伯塔省政府的提议还包括禁止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体育联赛 史密斯表示 政府将与各个体育联盟合作 设立混合性别或性别中立的运动组别 这些提议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BC省阿尔伯塔省和安大略省的警方现已加入一个跨省小组 调查近几个月来针对南亚个人和企业的一系列得索威胁和暴力行为 加拿大皇家骑警周四宣布已成立一个国家协调和支持小组 与这三个省份以及加拿大境外的警察部门合作以解决这些事件 据承该小组不会接管正在进行的各种调查 而是提供国家协调工具和支持以帮助推进调查 通过这个增强的执法网络 无缝共享信息和情报 也将扩大所有相关警察机构的覆盖范围和影响 加拿大皇家骑警警官亚当麦金托时表示 该国家协调小组已允许各个警察部门讨论他们的调查 并分享情报和信息 该小组表示加拿大警方警告称 南亚社区的个人或企业通常通过信件 电话或社交媒体联系 以暴力威胁索要金钱 此前有一封勒索信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信中写道我们是印度帮派成员 我们希望从您的企业中获得份额类似保护费 信中称 就像你在11月和本月看到的两起针对房子的枪击事件 他们被针对是因为我们向他们索要少少的钱 但他们拒绝了 Obsford警方称 多家企业收到了同一封信 要求他们付款以换取未来免受暴力侵害的保护 这封信引用了最近报道的Obsford事件 但尚未证实有任何联系 警方称这些可能被集中发送给商业企业 该信函本质上是通用的 未指定业务收件人或表明付款联系或通信方式 2月4日 白石皇家骑警接到了有关Marine Drive和Terry Road地区 发生枪击事件的911报警电话 没有人受伤 警方当时表示 凌晨12点06分左右 白石皇家骑警接到911电话 报告在13900Marine Drive地区发生了枪击事件 警方赶到了该地区 并找到了与开枪相符的证据 警方表示 这起枪击事件似乎是有针对性的事件 BC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范和夫 就BC省皇家骑警 宣布成立全国协调与支援小组发表声明称 我们很欢迎BC省皇家骑警公布的好消息 对于打击本省社区有组织犯罪活动和啰嗦等工作 这将会是一个大的进步 BC省府将继续与联邦和省级伙伴合作 致力遏制犯罪威胁居民和企业的安全 有受害人表示 被一名在网上认识的男子骗取了感情和信任 然后跺进声称是加密货币投资的骗局 损失了数十万元个人积蓄 不少加拿大人最近跺进了一种新型的网络骗局 共损失数千万元 这种骗局柔和了投资计划 爱情陷阱和加密货币欺诈 特色是望长线钓大鱼 据CBC Marketplace报道 爱德蒙顿的林女士来自台湾 早前就在就业平台LinkedIn 认识了一位自称名叫梅丽的男子 林是一家销售高档产品的零食店经理 梅丽自称是某航空大公司的事务经理 两人最初仅做专业范畴的交流 林娟的梅丽外形很吸引 却不知道她提供的照片 其实是盗用自别人的社交媒体账户 我很爱这个人 我信任他 我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到 他要我做的项目中 我实在不能失去他 他们其后转移到 使用手机通讯应用谈话 无所不谈 梅丽在履历中声称 自己拥有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硕士学位 居住于美国西雅图 林说 从来没有人叫过我甜心宝贝 这很窝心对吗 我不能自持 我觉得自己和她发生了感情 林本来并不相信这种投资 但梅丽表示 对她不相信她的爱而感到失望 并展示一些人在加密货币市场上 赚得百万财富的个案 于是 林从RSP中提取了现金给梅丽投资 之后梅丽给她看平台上的本金 一直在获利 又让她成功提取了部分款项 林浑然不知 这一切都是骗局 直到一次 林尝试提取较大数额的款项 但并不成功 对方借此推躺 然后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林女士哭诉 67万家元是她的毕生积蓄 她在被骗后有想过自杀 爱德蒙顿警方的网络罪案调查组 追查到林女士损失的款项流向了柬埔寨 调查行动来到这里难以继续 LinkedIn表示 其平台已引入了身份验证等保护功能 以避免发生类似偏案 林女士人才两空 潸然泪下地说道 这件事给我带来了巨大的伤痛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